再比如说北大医院 那么北大医院呢 在17年 它开始了一门课程 叫做职业精神以患者安全 这是一门本科选秀课 按照我们的了解呢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将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教育 引入到我们高等医学院校的 本科教育当中的基础教育阶段 同时向北大医院 还和我们中国医院协会 共同发起 叫经经济患者安全论坛 推广患者安全的理念 并定期开展 形式多样的时间案例的大赛 和微视频大赛 得到医护人员的积极的响应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